全文故事我成为植物人昏迷了三年,苏彻照顾我三年,也爱了我三年,后来我苏醒了,可是没多久,新闻就爆出她带着新女友回家了,我才发觉原来是我醒得不合时宜。 一,我离开她的前夜,她坐在我面前抱头痛哭,她说,念念,你说我要怎么办?一,我昏迷了三年才苏醒,我记得三年前在苏彻公司项目正严峻的时候,我缠着她陪我去逛街,她一直都是很宠我的,自然答应了我的要求,逛完街准备回家的时候, 一辆车打着闪光灯直冲我们冲过来,紧急时刻我推了苏彻一下,她跌倒在一边的台阶上,而我被车撞倒飞出去好远,当时我以为我要死了,没想到我还要醒过来的一天,这三年我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漫长无法醒来的梦而已, 醒来之后,我几乎是第一瞬间就想见苏彻,可是映入眼帘的人不是她,而是别人 大夫大夫 她醒了她醒了 那个女人一边往外冲,一边大喊 没多久,一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近来对我进行了许多的检查 陈小姐,恭喜您,之后您的治疗项目会继续进行,慢慢复健您就可以正常生活了,等到医生交代完所有的事情离开之后 我拉着那个女人问,你是谁?苏彻呢? 陈小姐您好,我是一直照顾您的护工 您叫我小张就行了,苏先生好像有别的事情 已经一周没来了,不过我刚才给她打电话了 她肯定一会儿就赶过来了 我点点头 表示理解 三年后的苏彻的公司肯定更成功了 盲点是应该的 二,等苏彻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张姐聊天 虽然她一直强调让我叫她小张 但我还是想叫她张姐 醒来后,我看了看病房的环境,还有自己的身上 就知道,这三年,张姐把我照顾得很好 张姐 你说她每天都来吗? 我有数不清的问题想知道 张姐依旧耐心地回答我 是的 苏先生三年日日都来 总会抽时间来您床前做许酒 然后跟你说说话 不过这两个月来得少了 说是公司比较忙 不过也一周回来看您一次的 我很高兴 我就知道她是爱我的 我又问了许多许多 答案都很满意 这一刻我庆幸 幸好我醒来了 幸好 傍晚时苏彻来了 我看着她不可置信的眼神 有些想笑 三年过去 她脱离了所有的智能 更成熟了 更帅了 就是有些瘦 没有以前那么匀称了 苏彻 我笑着喊她名字时 她才反应过来 我是真的醒了 她加快脚步 走到我的床前 用力地拥抱住我 一只手还在我背后轻轻拍着 念念 你周瑜醒了 你周瑜醒了 她的声音哽咽 你当时为什么那么傻 你为什么推开我 你吓死我了 我吓死了 我吓死了 我颤抖地抬起胳膊 也拍了拍她的后背 安抚着她 没事了 苏彻 没事了 我醒了 她抱了好久好久 久到我差点在她怀里睡着 苏彻看到我有些困意后 慢慢松开我 然后让我躺下 给我盖好被子 然后她依旧坐在旁边 就一直盯着我看 炙热的目光 就算我闭着眼睛 也可以感受到 干嘛要一直盯着我看呢 我怕你闭上眼睛 又醒不过来 我连忙说 快点呸呸呸 我醒过来了 真的醒了 我看着她的眼眶泛红 冲我又点了点头 三 因为刚醒过来 身体还有些虚弱 我慢慢地进入了睡眠 这一场没有漫长的梦 我知道 我终于回来了 醒过来的时候 苏彻不在我身边 我叫了叫张姐 她说 苏先生让我告诉您 她回公司处理点事情 傍晚会过来看您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张姐一副 有话没法说的表情 陷入甜蜜的 我没有心思问那么多 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进行复健 我想要尽快站起来 张姐 你的手机 可以借我用用吗 我想看看新闻 张姐没有拒绝我的请求 把手机递给我 我拿起来搜索苏彻的公司 想要了解我不在的三年 苏彻到底有没有 把公司经营好 这段时间 苏彻傍晚都会来看我 跟我讲讲故事 然后哄我入睡 我梦到的最多的 就是我跟苏彻的婚礼 是她18岁就勾会过属于陈念念和苏彻的婚礼 您运气真好 遇到苏先生这么好的兄弟 张姐一边帮我收拾着东西 一边说 我甜蜜地点点头 是啊 我也觉得 我的眼光超级的好 我搜索公司的名字 出来了很多的内容 我出事的第一个月 她成功拿下那个项目 并且 把撞我的人送进了监狱 之后 她接连拿下很多新的项目 她参加一个财经杂志的采访 没想到 凭借优质的长相和能力 收获了许多的粉丝 她的一举一动 又被曝光在网上 我点开一个名字叫 苏氏总裁去医院照顾女朋友 原来是苏彻被拍到来医院了 这则新闻爆火的原因 是一个自称是知情人士的人 说苏彻是来医院照顾女朋友的 加上网友扒出她送别人进监狱的事情 大家都在称赞 苏彻多精帅气还专一 看到这里 我笑得起来 苏彻的爱一直如此拿得出手 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 放下手机 我看向窗外 只是苏彻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来看我了 四张姐 你说苏彻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已经一周没有见到她了 苏先生一个人经营那么大一个公司 肯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吧 听到张姐的话 我也点了点头 我也有些心疼她 大四实习那年 她就已经创立了现在的公司 只不过那时候 还是一个小的工作室 毕业之后 我没有找工作 而是进到她的工作室帮忙 我们一起携手努力 让工作室慢慢扩大了起来 公司正式成立 后来业务越来越好 我也退居幕后了 她说 念念 等上市之后 我们就结婚 我说好 不过一切都还好 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得很好 已经在筹备上市了 前几日 我还在新闻中看到苏彻接受采访 谈论一个新项目 她退去了之前的腼腆 现在面对那么多的镜头 都游刃有余 我拿起手机 准备看昨天没看完的 关于苏彻的采访时 通知的偌大字体 在我眼前炸开 震惊 苏氏总裁写女友回家 举止亲密 我睡醒的时候 拿起手机 看到通知新闻的时候 整个人都待着我 颤抖着手点开新闻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张照片 虽然有些模糊 但我从身形 还有模糊的面容 还是认出了 那就是苏彻 她身边的女人 看不清长相 但穿衣的风格很像我 我自己都有些恍惚了 模糊的照片 也能隐约看到 苏彻是笑着的 她手搂着那个女人的腰 举止亲密极了 我呆呆地坐在轮椅上 不知所措 手机从手中滑落掉在了腿上 张姐进来的时候 看到我的样子 吓了一跳 陈小姐 你怎么了 我没有回复 她伸手拿起手机收起来 准备关上的时候 看到了新闻界面 陈小姐 您别难受 苏先生应该是 应该张姐 都不知道该给她找个什么借口了 不知不觉中 我已经泪流满面 我问 张姐 你说是不是记者拍错了 我根本不敢相信 苏彻爱上了别人 吴 我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 看着太阳慢慢落下 夜色渐深 到现在 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我当时再次拿起手机 确认一下新闻 但是那条新闻 却已经不见了 我都在质疑 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 可是 新闻又不是只有一条 啊 看起来好般配啊 豪门公子 和千金大小姐 看起来就很贵气的样子 这是换女朋友了吧 我记得之前 她第一次被曝光 不是去医院吗 当时不是还拍到了 说是去照顾女朋友的吗 那人家女朋友 可能好了呗 祝福祝福 苏总那么帅 那个小姐姐好幸福哦 苏彻来了 进来之后 挂着温柔的笑单膝 跪在我面前问 念念 怎么了 看起来这么没有精神 我摇摇头 声音有些干涩 可能是累了 复健很痛 很难坚持的 念念最坚强了 再坚持坚持 很快就会好的 我强露出笑容 是啊 我要赶紧好回到 你身边帮你呢 听到我的话 苏彻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持续了几秒 又快速地调整好了 我克制不住 我克制不住继续追问 怎么了 你不想我回去吗 她摇摇头 我只是怕你 怕你不适应 念念不着急 慢慢来 苏彻 我苏醒的 是不是不合时宜 我是不是耽误你 跟你新女友的生活了 她一脸震惊 握着我的手 也紧了几分 念念 你看到了 我一巴掌打了上去 她被打得侧过了脸 我崩溃得咆哮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苏彻你这么久 不来看我是不是因为 耽误你 跟你女朋友亲热 苏彻下意识准备拽我 嘴张着 想要向我解释 还没出声 就被门外的声音打断了 陈小姐你好 我是苏彻的女朋友裴希 六听到声音之后 苏彻快步走过去 拉着裴希的胳膊说 你怎么来了 我看到裴希挽着苏彻的胳膊 焦滴滴地开口 你明明说上来 一会儿就下来带我去吃饭呢 我等了好久 你都没下来 所以我上来看看怎么回事 裴希说完 伸手摸了摸苏彻 刚才被我打的脸 心疼到 疼吗 苏彻摇摇头 我看着轻轻握握的场景 有些反胃 苏彻 你真恶心 苏彻还没说话 裴希突然站到前面 陈小姐 你这话有些过分了吧 苏彻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你住院三年 都是她花着钱让你住 还给你找护工 还亲自来照顾你 已经人至异尽了 我冷笑道 难道她不应该吗 我成为这样 是为了谁呢 那这三年苏彻 已经还得够多了 难道就因为这件事 你就让她为你手寡一辈子 我没有回答她 然后看向苏彻 我要没记错咱俩 没有分手吧 苏彻 难道你不应该吗 苏彻张张嘴 没有说出什么 我抽出床上的枕头 冲苏彻扔了过去 苏彻你说话 你回答我 你不应该吗 苏彻看我情绪失控了 走到我身边 然后把我抱在怀里 念念 你刚醒 你刚醒 情绪不要这么激动 千万不要激动 我的眼泪落了下来 紧紧地抓着她的衣摆 嚎啕大哭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只是 睡了一觉 苏彻就爱上别人了 等我哭完发泄完后 裴夕已经不在了病房里了 我的情绪也冷静下来了 苏彻 告诉我 你准备怎么处理 苏彻支支吾吾的 说不出什么来 我就静静盯着她 等她说出解决办法 苏彻 为了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结果只用三年时间 你就爱上了别人 咱俩在一起了七年 你哪怕等了七年 我也不会如此崩溃 苏彻 你告诉我 准备怎么办 苏彻闭了下眼睛 声音沙哑地说 念念 我会跟她断清楚的 七 我一夜都没有睡 坐在轮椅上 望着窗外的风景 太阳慢慢出来 张姐进来 看着我还在轮椅上惊呼 陈小姐 您是在这里坐了一夜吗 苏先生没有来吗 怎么也不抱你回床上休息 我没有说话 任由陈姐扶起我 然后 我慢慢挪到床上躺下 但我一点困意也没有 只要一闭眼 眼前浮现的 都是跟她之前的画面 红着脸 拿着一束花 跟我告白的她 成立公司前 带我去看场地 然后向我承诺得她 公司成立后 给我股份说 让我有保障和安全感的她 宠爱我说 爱我娶我的她 原来爱情真的很脆弱 说爱太简单了 做起来太难 我闭上眼睛 泪水从我脸颊处滑落 张姐还在那边继续唠叨着 可能是太久 没有听到唠叨的声音 再或者是因为我一夜 都没睡觉的原因 我闭上眼睛 缓缓地睡着了 这一次我真的不想醒过来 等我在睁开眼睛后 看到苏彻坐在我床边 盯着我看 她看到我睁眼 慌忙地起身 念念 你醒了 要不要喝水 我点点头 她倒好水插上吸管 放在我嘴边 我喝了几口 嗓子感觉到润了后开口 怎么样 你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苏彻听到提起这事 眼神有些躲避 我跟裴夕说了分开 你放心吧 我知道她是在骗我的 她撒谎的时候 从来不敢看我的眼睛 昨晚一夜未眠我想 如果苏彻这次真的断了 我就给她一个机会 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不会跟她继续下去 果然她让我失望了 所有的心软在这一刻 都逐渐消失了 爸 我现在不是很想看到苏彻 就让她走了 我叫来张姐 借用她的手机登录上我的微信 三年未看的消息 恨不得让手机卡顿一回 突然房门外 冲进来的女人 我看清楚脸之后 笑了起来 陈宁念 她好了 你终于醒过来了 来的人是我的闺蜜 乔之言 我抱住了她 就在这一刻 所有的委屈再次席卷上来 我大哭了起来 乔之言慌乱地拍着我 一边拍一边说 念念不哭了 我就出差一个月 苏彻就弄这事 我下飞机回家 拿了你的东西 就赶紧就来看你了 生怕你想不开 在她怀里哭够了 才又冲她笑了笑 这时候才有真实的感觉 我真的苏醒了 我也不是一无所有的人 除了爱情之外 我还有最好的友情 乔之言一边安慰我 一边从包里拿出我的手机 我把张姐手机上 我的微信号退掉 然后拿起自己的手机 重新登录 念念 苏彻这件事 你准备怎么办 乔之言问我 我哑然 其实我有些纠结的 对苏彻我 还是有些不忍心 这三年的恩情 我要怎么偿还呢 正在我思考的时候 裴熙来了 张姐一直拦着 但拦不住 陈小姐对不起啊 她非要进来我没拦住 张姐焦急地说 我摇摇头对张姐说 没事 然后看向裴熙 你来干什么 一边问 一边点开手机的录音 陈小姐 我知道苏彻之前 是跟你在一起 但你毕竟昏迷三年了 总不能让她一直为你 守身如玉吧 我求求你 求求你成全我们吧 裴熙说着 突然跪在我床边 吓得我头皮一马 乔之言比我先反应过来 猛地起身 走到裴熙面前 你个小三 真是有脸来啊 苏彻跟念念 还没有分手呢 你就插足进来 真是恶心 现在来是想干什么 逼着念念一个 刚醒来的人 成全你们吗 恶心 我伸手拽了 拽桥之言的衣袖 示意她先回来 裴熙突然掉了几滴泪 陈小姐 你放过苏彻吧 毕竟 毕竟我已经怀了她的孩子 我傻眼了 你说什么 陈小姐 我怀孕了 是苏彻的孩子 裴熙一边说着 还一只手放在肚子上 满脸幸福地抚摸着 你跟苏彻 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我声音颤抖着询问 去年年初 我已经见过她的父母了 本来下个月就要订婚了 所以我祈求你成全我们 虽然你救了她一命 但她照顾你三年也足够了 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 滚 你滚出去 我崩溃大喊 裴熙起身 似乎准备向前 我拿起枕头乱挥 你滚 你滚出去 你快滚出去 念念 你别着急 乔之言一边安慰我 一边冲过去 挡在裴熙面前 你想干什么 你赶紧离开 否则我现在就报警 乔之言一边说着 一边推着裴熙 裴熙似乎是惧怕肚子里的孩子 受到伤害 转身离开了 乔之言抱着我 念念 你别怕 你别怕我在呢 我整个人呆愣着 无法回神 原来苏撤背叛我是很早的时候 他早已经不爱我了 九乔之言抱着我 一直安抚着我的情绪 等我情绪稳定之后 才松开我担心地询问 念念 你好些了吗 我擦干净眼泪 声音还有些颤抖 支言帮我个忙 你说 帮我私下联系一下苏撤公司的对价 我想把我手里的股份出售了 要求就是 可以立即打款 本来我还对苏撤 保留了些心软 裴熙的一番话 彻底打破了我所有的顾虑 我无法容忍苏撤如此早的背叛 好 我这几天就帮你问问 你也别难受 别为了这些人影响你休息 你还在主要的 还是要恢复身体 乔之言走了之后 我拿出手机 点开恋情曝光的新闻 又看了几遍 然后点开苏撤的电话 让他现在过来 电话挂了没多久 苏撤就着急地等 过来了 看到他来之后 我再次悄悄点开录音 念念 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了 再看到他 我突然感觉对他没有愤怒了 看到他的一刻 对他的所有情谊 都烟消云散了 苏撤对不起我的同时 也对不起裴熙 跟我讲讲你跟裴熙 是怎么在一起的吧 我淡淡地说 苏撤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食指向扣 似乎是在思考 过了一会 才缓缓开口 因为你的事情 我心情不好 去喝酒的时候 认识的他 刚开始 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 他跟你很像很像 性格一样的阳光开朗 非常能带动身边人的情绪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感觉有他的陪伴日子 没有那么难熬 他说完还特意看我一眼 像是在确认 我有没有生气 但我面无表情 没有反应 看他不再说话了 我继续问 咱俩没有分手 对不对 你不是说最爱我吗 而且那天 你答应我要跟他断吧 为什么现在 还没有断干净呢 我需要点时间 我一定跟他分开 我是爱你的 我会跟他断的 你相信我 等你出院 我们就结婚 这样的错误 我不会再犯了 我向你保证 苏彻走到我床边 拉着我的手 说得很焦急 我抽出手 苏彻你还要骗我多久 他都怀孕了你 怎么跟他断 他震惊看着我 久久才来句 你怎么知道的 苏彻 你真让我恶心 你走吧 以后也别再来了 我们彻底结束了 他摇头乞求着 我闭着眼睛大吼 滚 石托乔之言 找寻收购股份的事情 很快就有了消息 我们约好三天之后 见面签署合同 直接当面交易 苏彻的公司 因为势头太猛 想要搞垮他的企业太多了 所以我手里的这些股份 现在成为他们抢夺的目标 当时公司创立的时候 除了合伙人 苏彻自己的股份比例 是35% 我手里的是15% 这些股份出售后的价格 足够我之后的生活了 我正低头算着 股份出售后 大概能拿到多少钱的时候 病房门口 突然出现了很多嘈杂的声音 我扭头看过去 竟然都是举着摄影机 和话筒的记者 那些人看到我看过去 猛地冲进病房围着我 陈小姐 裴夕小姐说 您威胁苏总的新闻属实吗 您真的插足 他们之间感情了吗 陈小姐 您对于苏总和裴夕小姐的恋爱怎么看 一连串的问题 直接问懵了我 我连忙拿出手机 点开软件 看到新闻是裴夕 原来发了一篇长文 讲述她怀了苏彻的孩子 原本都要结婚了 但是我作为前女友 竟然一直抓着苏彻不放 公开请求 我放过苏彻成全他们 下面的评论 也令人作呕 这女人太恶心了吧 都是前男友了 还吃三当三 前女友还付了医药费 已经人之一尽了 怎么还威胁人家娶她呢 真有意思 姐姐真可怜 怎么能遇到 男朋友这么极品的前人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也有名是非的网友评论 但是真的有说分手的事情吗 人家都为了救她出了车祸 分手是在人家昏迷 听不到的时候说的吗 人家为了救你出了事 照顾才是应该的 我看之三当三的是你吧 现在怎么还有人上来找骂呢 说的对 人家都昏迷了 分手什么时候说的 这不就是背叛出轨吗 那个小姐姐才可怜了 差点丢了命不说 还遇到这么个渣男 男人变心太快了 真吓人 这才多长时间就搞上了 小三还怀孕了 真有意思 医院的保安很快就上来了 那些记者全部被赶了出去 这次我没有愤怒 而是点开自己的录音软件 找到裴希和苏彻来的那天 说的话的录音 以前跟着苏彻创业的初期 出去聊重要的事情 我都有录音的习惯 这次 我也是留了个心眼 没想到正好能派上用场 我点开那些录音 令我绝望的语句再次响起 点开社交软件 我把这些录音上传上去 然后简单表明情况 并且大概讲述了一下 我跟苏彻的恋爱情况 和最初公司创立我的奋斗 裴希想要用舆论恶心 我太可笑了 比起我苏彻 现在应该更为愤怒 公司上是之前不能涉及 任何舆论风波和官司之类的 否则评估根本不可能通过 真是蠢啊 十一 我的录音发出去之后 热度上升得很快 我再点开裴希的文章 已经没有了 应该是被苏彻勒令删除了吧 除了我的文章之外 还有以前的同学也都出来讲述了 我跟苏彻上学时候 感情有多好 还有很多初期创业时遇到的人 帮我说话 舆论很快压了过去 苏彻公司的官网 都快瘫痪了 也有网友放出当时在酒吧遇到苏彻还培希的照片 有精明的网友谈了一下时间线发现 原来在我出事的第一年 两人就认识了 我正看着评论的时候 苏彻打来了电话 我想了一下 还是接了起来 念念 求求你删了录音好不好 这个公司是我们一起创立的 你也不想毁掉的对不对 我没说话 念念你说句话啊 陈念念 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没有对不起你 你出事之后 我也没有亏待你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有没有心啊 陈念念 删掉文章 我直接挂断 然后拉黑了他的手机号 我刚看了眼 时间正好乔治言来了 走吧 都准备好了 发完那条录音之后 我断定 宿舍会因为这些东西 没有时间来医院抓我 趁着这段时间 我办理了出院 防止那人冲到医院来找我 对我不利 我戴着帽子和口罩 坐在轮椅上 乔治言 躲掉蹲守在楼下的记者 成功把我带走了 念念 现在他公司出事了 之前答应收购股份的人 想要押价 你看怎么办 没事 有人高价收 十二 乔治言为了陪我请了三天假 第二天他开车 带我和我的律师 去了一家咖啡馆 我进去就看到 坐在窗口的陆懒然 我 苏彻和陆懒然是大学同学 他们两人 也是一个宿舍的室友 公司最初 就是两人合伙创立的 对这家公司 都有很深的感情 他也是除了苏彻之外 拥有公司股份最多的人 不过 两人的经营理念 一直不是很合 所以 公司之前主业务 主营业务 也是两种类型的 虽然苏彻是老板 但对于陆懒然的项目 还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现在这个情况 他是最好的收购者 念念 好久不见 陆懒然语气温柔 是啊 好久不见 不过没想到还能见面吧 毕竟当时我以为我就要死了呢 我语气轻松 陆懒然看向我的眼神 带着复杂的情绪 我轻咳了一声 把话题拉回来 我现在签合同 现在就能付款是吗 陆懒然看出我并没有叙旧的意思 让身边的律师拿出合同 是的 签完字直接打款给你 律师接过合同 仔细看了看 没什么问题后 对我点点头 我拿出笔签了字 合作愉快 签完合同后 双方的律师都离开了 我看着手机提示 银行卡的到账金额 彻底放了心 陆懒然看了一眼去开车的乔之言 才扭过头对我说 你最近心情还好吗 没出什么事吧 我抿了一口咖啡摇摇头 今天辛苦你了 晚上才叫你出来 没关系 你现在的情况特殊 其实你说个地址 我过去就可以 也让你多跑这一趟 我没有回答 他还想说什么 但乔之言进来了 念念 走吧 我放下杯子 对陆懒然说了声 有缘再见 我没有回头看他 也不想知道 他没说出的话 是什么内容 我知道陆懒然 想对我说什么 那些他埋藏心底的话和想法 我很早很早就知道了 只是那时候 满心满眼都是苏扯 现在虽然没了苏扯 但我暂时没有办法去看什么新的人 更何况 是跟我过去有密切关系的人 过往的种种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我相信 那些轻松岁月的模糊感情 也随着时间被磨灭了 没有什么是忘不掉的 我是 我相信 陆懒然也会是 陈念念 不要爱别人了 要重新迎接自己新的生活了 十三 在乔治言家 记住了两个月 一直都在一家私人医院 进行复健 现在已经好了许多 可以勉强站起来一会 但是要真正恢复 如常人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最多的 莫过于就是时间 这段时间 我一边看着新闻 一边也听着乔治言下班 回来跟我讲的 苏彻的上市计划失败了 公司内开了许多次的董事会 最后 陆懒然顶替了苏彻的位置 苏彻也好久没有 再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了 三年内 他为我付的所有费用 我都转进了他的账户 为的就是毫不向前 窗外飘着小雨 天空有些阴沉 屋门响起 我以为是乔治言下班了 扭过头 绽放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刚想开口 就看到 他身后跟着一个人 是苏彻 念念 他缠了我一个星期 就为了想见见你 所以我就带他上来了 你要不要跟他聊聊 我冲乔治言笑了笑 表示理解 并没有因为 他带苏彻来生气 毕竟我也想告个别的 乔治言点点头 回了自己房间 关上了门 苏彻又瘦了 眼底的乌青 和疲惫的眼神 都在印证着他 最近过得很不好 他走到我面前 念念 恢复得还好吗 还好 他坐在我对面 一直盯着我看 我看着眼前那个 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 突然觉得没有意思 我跟苏彻是高中同学 也是同桌 高一就一直坐在一起 我俩的成绩都很好 高中三年较进了三年 每次都要比比考试成绩 谁的比较高 当时 有人还打去说 我们是理科双子星 苏彻不止一次地说 很佩服我 青色的情谊 早就在一次次的较量中 萌生了 少年的感情 总是不好隐瞒的 我们看向对方的眼神 都是爱慕 高考前夕 他跑到我家楼下 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念念 我们要是考上 同一所学校的话 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我羞红了脸 鼓起勇气 揉了揉他的脑袋 那我们比比高考 谁的成绩高吧 如果你分数比我高 我就答应你 如果我比你高的话 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苏彻点点头 后来高考分数出来的时候 他比我高了五分 十四 念念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 我勉强地勾起一抹笑容 苏彻 没意义了 是我鬼迷心窍 都是我的错 明明你对我那么好 你为了我 可我还是对不起你了 是我食言了 都是我的错 他双手抱着头哽咽道 照顾好裴夕和你的孩子吧 不要同时对不起两个女人 苏彻抬起头 眼眶泛红 我们分开了 当时那些事情的言论 导致他接受不了 然后流产了 后来公司出事之后 他就跟我说分手了 我们现在没有联系了 我闭了闭眼睛 想要叹息 恶人会有恶报的 念念 刚开始我害怕你醒不过来 但后来 我害怕你醒过来 遇到裴夕后 我更害怕去医院看你 因为看到你我就觉得愧疚 觉得对不起你 我减少去的次数 以为这样就可以压抑住 对你的愧疚之情 可是你醒了 当时我知道你醒了之后 又惊又喜 怪不得张姐说 你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我很高兴 你终于醒不来了 但我每次看到 你望向我的眼神 我就心慌 我生怕你知道 我跟裴夕的事情 当时我也想跟她分开 但是我还是心软了 一切都是我的错 现在也是我就游自取的 我不求你原谅我 我就想你好好的 我尝出了一口气 苏彻 你对不起的不只是我 你对不起所有人 你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就算我没有出事 时间长了你遇到新鲜的人 依旧会沦陷 不要再找借口了 现在的你 只是因为什么都没有了 会来跟我反思 这件事情 如果没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你不会来的 行了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见了 苏彻看我如此决绝 转身准备离开 她刚拉开大门的时候 我再次开口 之前你有句话说错了 她回头看向我 你说 你爱上裴夕 是因为她跟我很像 你错了 裴夕做的事情我不会做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像 十五 又过了两个月后 我收拾好东西 离开这个城市 经历生死后 被所有事情都看淡了 我回到了出生的城市 父母去世后 我再也没有回来过 现在回来后 看着熟悉的街道 觉得生活无比的安逸美好 手机还在腿上震动 乔治言每天都会 给我发好多好多消息 因为昏迷的时间太久了 一直都在进行复检 现在已经勉强可以挪动几步了 想要跟正常人一样行走 可能还需要些时间 对于苏彻乔治言告诉我 陆懒然把她开除了 陆懒然掌控公司后 直接脱离了以前 两方鼎立的情况 全面掌握了整个公司 顺便因苏彻给公司 带来不好的影响 直接让她走人了 陆懒然把公司名字也更改了 似乎准备过些年 重新申请上市吧 不过跟我都没关系了 她倒是给我打过几个电话 问我最近的情况 我草草敷衍后 也拉黑了 我没准备接受 就不想让她有希望 附近回去的时候 我想吃一个绿豆糕 护工排队去买 我坐在树荫下等着 太阳有些刺眼 我眯着眼 正望着阳光 坐在我身边的两个小女生 开始聊天了 你说十年后的我 会对十年前的自己 说什么呢 不知道啊 我们要不要给十年后的自己 写封信呢 好啊 我要告诉十年后的自己 不要对我现在朋友不好 十年后要是好朋友 两个小姑娘 挽着胳膊 兴高采烈地跑了 她们的校服 还在阳光下闪耀 陈小姐 我们回家吧 我拿出一块绿豆糕 放进嘴里 嗯 很甜 十六 也不知道十八岁的苏彻 看到二十八岁的自己 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现在的苏彻对不对得起 我不清楚 但是 她一定对不起十年前的自己 当时 十八岁的苏彻 在香樟树下 眼睛亮闪闪地看着我 认真的说 陈念念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 那时候 因为激动 她得手心里都是汗 还在微微颤抖